所以為什麼中午原路要上漲 你在唬爛什麼 你在唬爛什麼 在唬爛一點啊 呃 缺工 關你工無無屁事啊 原物料上的 關你中午無屁事啊 想漲價就說一聲嘛 對得你QOA第41集 第一題要問大樓平面停車位 平時台車門都會撞到車子 要怎麼解決 這也是很難解決 因為總是會有 我的解決方式呢 就是如果說真的有糾紛的兩台車 常常會互相罵來罵去的話呢 就掉一台監視器 罩著那個縫縫 歡迎關聯你的縫 如果你是小車位 就不要買太大的車 如果你是大車位呢 就要停 就是我會稍微歪一點 讓那個 至少讓對隔壁的車位 有機會開門 那開哪門呢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 一二三 那你是中間那個車位 那兩邊都會打到你對不對 那我就稍微靠 左邊一點 因為讓 右邊的人下車的時候 開門比較不會打到你的車 懂我意思嗎 如果是你是左邊這台車呢 你就稍微停歪一點 那讓這邊出現縫隙 你這邊盡量貼緊 柱子或是牆壁 所以有時候我的車停 我會停歪歪一點 隔壁的車打開都不會撞到我的車 然後他會覺得 哎呀你怎麼那麼技巧那麼好 我跟你講我是怕他打到我好不好 可是呢這樣子大家就相安無事 二十年 第二題要問 買房抗通膨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就是騙你買房子的意思啦 搞什麼通膨 通貨膨脹抵不了房價上漲 所以買房抗通膨的意思 等於是買房賺價差 這樣講是比較慘人的 對 不然以通貨膨脹的概念 其實買什麼都可以抗通膨啊 你如果十年前買台積電 也是抗通膨啊 十年前買0050 也是抗通膨啊 買什麼房地產 那是騙你買房子的招數而已啦 雖看現建案都說賣完了 但是已經開賣好幾個月 實價登錄都還沒有出來 是怎麼回事 騙你的啊 好小啊 不過你有一種賣碗是這樣喔 先收訂金 當然現在不能玩紅單 可是還是很多人先收訂金 訂金拿去賣 賣掉直接轉單 所以說賣碗的 他有可能是他玩紅單 只是因為你是陌生客 他不想要讓你玩紅單 或是讓你知道紅單的東西 還有一種東西 你看起來很窮 他就不想要接待你 這個是跑單生死之後的問題 可以看我的書 我有講一些很殘忍的話 可是呢 他就是不想接待你 因為你看起來像這樣子穿 他一定說賣碗了 最近都說原物料上漲 那也只是跟預售物有關係 跟中古屋有任何關係 當然沒有關係啊 所以為什麼中古屋原料上漲 你在唬爛什麼 在唬爛什麼 在唬爛一點啊 呃缺工 關你公公公屋屁事啊 原物料上漲 關你公公屋屁事啊 想漲價就說一聲嘛 思維哥有買防疫險嗎 沒有耶 所以我知道乖乖的躲在家裡 該外帶就外帶 少去吃人很多的產品 租屋的時候可以要求房東 出示身份證權狀跟產品嗎 絕對要的 你如果沒有放在合約書 也至少看過一眼 因為現在很多二房東當道 如果今天房東不願意看這個東西 代表他有可能是二房東 以前曾經有人教過說看水電費的單 跟房東的身份證是不同一個人 不然房東跟你要身份證 他想要確認也是不好的 那你為什麼跟房東確認一下 他到底他是不是壞的呢 之前有提到凶宅租屋 房東可以不用告知 那他要求在合約上備住 是凶宅就要退圍嗎 絕對可以要求你的合約書 只是你的房東 要不要簽而已 思維哥覺得最適合居住的樓層是幾樓 沒有這種說法 因為高低樓層都很喜歡 比如說老人家不喜歡等樓梯的 喜歡住二樓 因為二樓走上去這道 還有二樓可能有樹梢層舒服 不喜歡樓上有人在跳梯 大舞一定會選頂樓 視野開過 那我呢 我想要的是高樓層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視野開過的那一邊 我們就盡量選 思維哥有沒有想過 如果確診要怎麼辦 躲起來 噓 不要告訴我 沒有不是 確診就是在家裡乖乖的 因為目前幾乎都是輕症 所以不要害怕確診 如果你確診就在家裡躲十天 就這樣想 你的感冒就好了 那重點是不要傳染給別人 那如果確診就沒有所有的節目可以看嗎 如果沒有確診呢 我還有直播 等我的直播 好 每個禮拜二到禮拜四 記得看我的東西 禮拜二在好幫忙 禮拜四在視野反正觀賞上 是我的直播 兩個東西都很重要 都可以吸收到新的資訊 希望大家平安 我會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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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